热带气旋山台仪过去两天在台湾南部海域陪回 为垦丁一带带来大雨 预料山台仪会向边北的方向移动 明天会横过台湾中南部地区 预料将会为台东远带来豪雨 预计部分地区单日雨量有机会超过600毫米 而气温方面,较强的冷空气继续南下 华南地区会显着比较冷 湖南的长沙市最高气温由昨天的32.7度 下降到今天大约20度 虽然明天开始会稍微会暖 不过最高气温都只是会升到26度左右 以至至夜晚的7点半 本港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今晚初时有一两阵微雨 明天天气少凉 最低气温大约24度 日间大指天晨和干燥 最高气温大约29度 吹清净的偏北风 离岸吹强风 高地达到裂风程度 而最后的两三天大致是天晨和干燥 早晚少凉 市区最低气温会在22度左右 日夜温差比较大 天气讲到这一天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